何谓为幸福 在我一出生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这个世界 我很幸福 在行动管制令下 我还有一口饭吃 我很幸福 在疫情那么严重的情况下 我还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我很幸福 很多时候 幸福 是那么的轻易得到 但是它对非常多人来说 它是一个非常的奢侈品 为什么说奢侈品 今天 我参加比赛 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但是我只拿到第二名 往往更多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去 内疚 去责怪自己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要认可 我们这个努力 而使到我们今天 拿到了这个第二名 它 其实也是一份幸福 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 如何沉淀在我们的生活中 去享受它的美好 我们的生活中 幸福这两个字 可以最好 最完美的诠释在小孩子身上 他们可以因为 他们可以因为 有一颗糖果吃 而感到非常的开心 他们可以因为 等一下可以跟朋友玩 而感到非常的开心 他们又可以因为 爸爸今天 只因为提早十分钟到家 而感到非常的开心 是的 幸福就是来的那么容易 但是在当今社会上 很多时候的我们 都是身在福中 不止福 我们可以因为 比较 可以因为面子 可以因为 非常多的外在因素 而去打击了 自己的幸福感 其实 这个主题说到 幸福来得非常快 取决于 我们该怎么去认可自己 该怎么去认可自己的幸福 只要我们认可自己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去接受每个成果 我们将会是 最幸福的那一年 好 卢广成 娓娓道来自己 对于这个题目的感受 尤其是发自内心的诠释 整篇的这个极喜 行云流水 虽然中间呢 有一些用词 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和改善 但整篇听起来是言之有误 那么前面举了三个 幸福 其实很简单的例子 都是生活遭遇 他说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呢 幸福看起来是水手年来 但却对一些人来说呢 是奢侈品 那么这里有些建议啊 我建议你可以把这个奢侈品 这个三个字改成 遥不可及 因为呢幸福它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哦 因为我们是看不见摸不着 它是一种感受 如果句子改成幸福 却对某些人来说 可是遥不可及 这样的形容呢 这样的形容呢 我觉得会更加的恰当 然后我发现到你会有一个习惯 就是你很喜欢用 其实 其实什么 其实什么 那么我觉得整个内容 非常的不错 因为都很顺 但很可惜不太切题 因为呢你只诠释了 幸福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题目是说 幸福来得太快 所以你根本没有证明 回答到这个题目的第二个关键 就是来得太快 这四个字 建议你可以听听我 最后那段的分享 阿文啊 你为什么还不去找个对象 回来给阿嬷瞧瞧 阿嬷是多么期望 这一天的到来啊 你看 阿嬷的头发 盼到都要纯白了 是咯 你还不去赶紧找个对象 回来结婚 找点孙子 让你阿嬷早点抱孙 女人啊 过了三十岁 就真的很难怀孕了 身体大不如从前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听 是是是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你们以为我不想吗 我被你们吹到 我头发也要白了 快要变成白发魔女了 你们是不知道 我连晚上睡觉 都期盼天下要是 天下要是能掉下个男孩给我 那该多好啊 我一切被你们吹的问题 都迎刃而解了 大家都说 爱笑的女人 运气不会太差 也许我就是那一个 运气不会太差的女孩 我很感恩我的朋友 在我需要急救的时候 她出现了 她告诉我 她身边正好有当身的男性朋友 可以介绍给我 这下 我可以给我 阿嬷一个交代 可以给我那些 三姑六嫖 一个交代 让他们不在我身边 天天嚷嚷了 不知道在这儿 各位觉得 幸福是什么呢 幸福给我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 很难解决的问题 一下子就解决掉了 幸福给我来说 也可以说是三餐温饱 幸福给我来说 也可以说是一家人 可以一起坐下来 吃个晚餐 因为平时大家工作都在忙 能一起坐下来 吃个晚餐 我都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了 幸福来得太快了 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 为我做的这个介绍 让我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解决了我这群热窝上的蚂蚁的期盼 我非常感谢我这位朋友 我的幸福来了 那你们呢 李文文 很有趣的集息 有说有演 这绝对能吸引大家的眼球 这样的演绎的确不容易 毕竟你要集息去演 又要讲又要演 它的难度是加倍的 只是我有一些疑问 中间的那段说 三餐温饱 还有一句是说 大家坐下来一起吃晚餐 也很幸福 这跟整个故事的诅咒有什么关系吗 我建议大家可以不要那么贪心 因为不然呢 太多的这个故事 或你太多东西想讲 可是你两分钟半 不够你时间 不够时间 所以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只是锁定在一个 你想要带出的价值或主题 不然呢 可能会弄巧反处 所以后面的那段呢 可惜了 因为总结的时候 没有交代清楚 你整个故事非常吸引人 但是你的总结 没有一个很好的结局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结局 究竟你是得到了另一半吗 还是你们根本还没有见面 我们也很想知道 因为你只说你感激朋友 带来的及时遇 但你没有说 是不是这个及时遇 真的灌溉了你 乐锅上的蚂蚁 幸福来得太快 就让我想起一首歌 幸福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好像哪里不对的感觉 不对 是爱情来得太快 就像龙卷风 这就尴尬了 幸福来得太快 有时候是一种尴尬 怎么说呢 来听听我的故事 坐在我旁边的男同事 是我一直以来很仰慕的男生 有一天 有一天 他这样说 今晚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好啊 吃完饭看个电影呗 可以 那今晚见咯 好啊 尴尬了 原来 他戴着耳机 跟其他人说话 人总说要把握幸福 要抓住幸福 但幸福来得太快 还是要谨慎点的好 说到幸福 我还想到了另外一首歌 现在我有了幸福 有人照顾应该知足 是的 幸福 有的时候 需要配上我们的知足 很长的时候 幸福来得太快 成为一种尴尬 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期望 有太多的要求 而忘了知足 当我们知足的时候 我们就能把幸福 看得简单点 知足 才不会让幸福来得太快 尴尬了 张孔玲 哇 悦耳动听的歌声 说不定我们可以 悦出来一起唱歌 虽然我不再撒绕悦 可以用这个手机吗 你用歌声来带入主题 不一定是心盈 但绝对是在大家都听着同一个题目的回答的时候 你的歌声让你鹤地鸡群 显得格外的亮眼 你跟男同事的互动也太幽默了吧 你的整个故事非常的有趣 能让观众会心一笑 这个能够让观众会心一笑 这个是好功夫 当然也要靠一些运气 因为要刚好那个故事 有趣的故事符合到那个集席的题目 这个功夫我可要向你讨教 向你学习 孔玲 后面有你用一 最后呢 你又用一首这块字人口的流行歌 把知足的议题给串联起来 确实很高章 整篇演说呢 你跳出了框框 把幽默的元素呢 也带进这个集席的回答 你说出了幸福来得太快 尴尬了 这个是你的主题 只是呢 建议歌曲的部分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点到就好 毕竟它不是你的整篇内容 而歌词的部分 它是属于作词人的想法 它是属于作词人的创作 所以如果你把作词人的创作 放进歌曲 放进整个集席的回答 的确很有意思 但是它不属于你的想法 它不属于你的内容 所以你在前面开始的时候呢 你用了差不多30秒 来诠释这首歌曲 包括了用演的方式说 这首歌曲的感受 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说短成一半 把你的见解 让你的见解 用更多时间的向观众去传达 它更能让你拿分 要知道这个集席是分秒必争 幸福是什么 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 肯定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每天过得顺顺利利 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有的人收到老师的表扬 就觉得很幸福 也有的人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 就心满意足了 哦 我很幸福啊 也许我许我认为 不过我认为幸福就是那么简单 我还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 每逢遇到寒假或者暑假 其他留学生都忙着去订飞机票啊 火车票 要到处去旅游 而我呢 就待在宿舍里看书 很多人都问我 为什么你很喜欢看书 一直学习 看书是学习 的确是 不过我认为 我们生活里 不是都一直学习吗 学习如何能够 好好地过日子 那过日子 也就是 我们要达到我们所定的幸福标准 不是吗 幸福 我认为 就是当我们做的事情 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 或者是 你听到 或者你看到的事情 可以让你很欣慰 这就是幸福感 总之 幸福取决于我们的价值观 那么 幸福会来得太快吗 我认为不是 幸福 每次都会 正是时候来的 好 Channy Channy前面把幸福的定义呢 说得巨细迷移 你的笑容很亲切 手势自然 口音清晰 让人充满能量 你在内容中告诉我们 一件 一个价值 那就是一件简单的小事 其实就很幸福了 然后呢 整个内容忽略了后面的关键制 所以对我来说 也是有点不切题的 虽然有一直去说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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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道题不是要大家去诠释 自己对幸福的定义 虽然最后有听到 我认为幸福每次都是正是时候来的 这句话 但是你没有对这句话 继续延伸或做出更多正面的一些叙述 或者是观点的一个传达 所以整个内容的主题比较像是在告诉我们 其实幸福很简单 而不是幸福来的太快 哇 你买新车了 哇 你买屋子了 你好幸福哦 幸福总是来得那么快 所以我好快乐 我拥有了新车 我快乐了一天 后来我烦恼了好久 因为我要还车带 哇 我买了新屋子了 我好快乐 拿好所思 我又开始愁善 因为我要准备还五代 幸福总是太坏 是因为幸福感总是很短暂 我们人的幸福感往往都被欲望勾着 当我们的幸福感被这些欲望勾着的时候 那是极其危险的 我要这样东西 我清楚知道 当我拥有的时候 我的幸福感就会爆满 但是那一个幸福感 它失去的一定来得相当快 曾经有一个朋友告诉我 拥有一辆汽车 拥有一间物质 拥有一些物质的享受 的快乐 远远 永远 都比不了一场旅行 我想着想 是这样子的吗 但是今天 我可以告诉你们 原来到了今天 我最深的回忆 竟然是那种种 那一场又一场的旅行 所以原来 回忆 才是我们 幸福 幸福感的来源 我已经忘记 拿了新车的那一个幸福感 我已经忘记 拿了新屋子的幸福感 所以当我们 发现幸福来得太快的时候 请思考 其实你要的 不是这个东西 你要的是心灵的保足感 心灵的幸福感 愿与大家共勉之 慧玲 慧玲在前面顺手拈来一些自身的体验 为我们叙述的幸福来得太快 但不一定是好事的案例 他从车带到房贷 例子令观众会心一笑 因为大家都意味追求的物欲 确实让我们感觉到非常贴切 这个幸福感 真的来得快 去得也快 慧玲果然很聪明 他把幸福感和欲望 它勾在一起 在这里 你把欲望变成了假幸福的幻影 而这个幻影 迅速的促成 但也插那间的破灭 慧玲除了有回答到这个问题之外 他所环绕的主题明显 而且非常的精烈 言之有误 两分钟叙述 一个价值观 这样就足够了 那么其他作答者 可以参考慧玲的这个作答方式 当然这里面还是有一些罪词 比如说你会讲到 那种种那一场又一场的旅行 其实可以只选一种 你要嘛就说 那种种的旅行 或那一场又一场的旅行就好了 还有后面那个 所以原来回忆是幸福感的来源 所以和原来 你选一个就好 不用又说所以又回来 原来那个是有一点语病的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建议可以改善的句子 就是心灵的饱足感 建议可以改成心灵的富足 好不好 谢谢 接着是Nicoli 对我来说 幸福从来都不会来得太快 而幸福都留给准备好的人 就在去年2021年 我们的前大区总监 他烧了一个电话给我 告诉我说 宜晴你愿意加入我的团队 成为其中一员吗 我说哈 要做什么的 其实那时候的我说真的 很单纯 我真的以为只是在他的小组里面 默默的付出的那一种 他说你只要稍微帮我做一些宣传的工作就行了 好 可以 没有问题 因为那是我的强项 我就这样子爽快的答应了 好 答应了之后 果不其然 这个工作是我平时的在成十倍 但对我来说 机会 幸福 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所以我接受了这一个机会 我也接受了这一份幸福 在这个机会跟幸福的中间呢 是因为我之前的准备 我才能够得到这一个幸福 得到这一个机会 在这个当中 我还学会了 说英语 这是我的弱点 也是我最不喜欢的 但是因为 前大区总监给了我这个机会 既然给了机会 我们就别错过 就利用这个机会 让自己提升到了另一个高度 那在这个高度 我也看到了很多东西 也学会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想要告诉在场的所有的人 幸福不会来得太快 只有不懂得把幸福握在手的那个人 所以大家我们一定要做 把幸福握在手的那个人 好 谢谢 交回给主持人 好 接着是妮可里雨晴 雨晴她把机会当成幸福来回答 因为有准备 所以她得到幸福 雨晴她叙述 她自己如何在霸死气区 得到了这个药质 她整个过程 而这个药质呢 提升了她自己 不无论是在人际上还是在资历上历练啊 或者做事方式 这种提升自己的机会是一个幸福 对她来说 雨晴的故事非常窄 因为那一通象征幸福的来电是惊喜似的烧兰 而这惊喜似的这个画面哦 这个感觉哦 就像迅雷不计言而的速度啊 所以她有回答到幸福来的台款啊 套用她的故事彼此呼应相得一张 所以她整个的这个过程 她把这个幸福的机会啊 感觉像是 她是很惊喜的出现 那么 我觉得还是有些建议 就是说你可以提升自己语句的表达 因为还是有一些存在可以改善 或者是语病 以后可以多留意 比如说 你有说到 这个工作是我平时的再成十倍 没有人这样子回答的 好不好 所以可能这个句子呢 你可以再改善 比如说你可以说 这个工作量呢 是我平时的十倍 不用说什么再成十倍 结尾的部分呢 幸福不会来得太快 只有不懂得把幸福握在手的那个人 逻辑上是有一点 说不过去有点奇怪啦 所以 逻辑上是一些小缺陷建议改成 幸福并不存在来得太快的可能 只存在幸福消散太快的几率 因为我们总是不懂得珍惜 好 那接着是 如果可以选择 如果可以选择我也很想象我的一位好友 他就身在一个富有的家庭 所以从前他吃好穿好 每年都是去外国旅行的 我真的好嫉妥 我真的好嫉妥 每天都可以打扮得很美 家中精神在自己的工作就当老师 可是他嫁出去后呢 他老公是打工的 没有自己的房子 他们住的那间房子根本就好像残酷一样 连门都没有 每天很早就要起床做家务 要做饭又要照顾他们的小儿 我觉得他很可怜 是不是他幸福来得太早了 所以他出嫁之后才面对真正的生活 朋友们 他的答案 好像给我了一个拔杂 他说不管他在父母家那边 还是跟了他的老公都一样很幸福的 虽然他的老公经济不如他的父母 可是他的老公很疼他 很包容他 他也是觉得很幸福 每天辛苦一些没关系 朋友们 那天我才真正知道 什么叫做幸福 幸福不是因为我们的周围 所发生的事 幸福是在我们的心 还有我们的脑 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要相信 都是正面地去面对的 要相信 我们的幸福不会来得太快 也不会来得太迟 因为呢 在我们生活里 每一个站都是幸福 利亚叙述自己朋友加入自以为的幸福后呢 整个生活陷入困境 她的故事里面的主人梦 她把婚姻当成了幸福 整个故事都非常的动听 非常的好 到现在我还有很深的印象 整个故事呢 有几层转合 在转折的部分呢 故事的转折在于这个主角 后来她开始质疑 这个来得太快的幸福 是不是不对的 后来她意识到 她的丈夫 每天体贴她的行为 她感受到 即使没有经济能力 她的丈夫 依然全心全意地疼她 包容她 她才知道 是 幸福来得很快 而且太快 但是她更要紧紧地抓住 以免来得快 消散消失得也快 她总算了解呢 那突如其来 被安排好的幸福呢 是她来自心里的满足 不需被世俗的 这个价值判断 告诉她 怎样才算幸福 所以呢 幸福来得快 所以更需要细心地理解 更需要去珍惜 整篇内容有起承转合 只是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语气啊 语句结构上的问题 但是那个是小问题 过后慢慢呢 去做多一点练习 就可以去调整 或进步回来 去更提升自己 那么建议结尾的部分呢 可以改成 幸福不会来得太快 也不会来得太迟 因为人生的每一站 都有幸福 那么整个故事很有感染力 只是需要加强 你叙说故事的技巧 还有你这个整个故事的铺陈 因为它毕竟不是被稿嘛 所以如果你在被稿的话 我相信这个故事 在诠释上更能打动人心 可以大量地用一些 你没有在今天用到的 这些形容词 注意语句的逻辑 那就更完美了 好的那我来做一个简短的总结哦 那么极其的诀窍呢 不外乎就是在两分钟半之内呢 把你的内容诠释出来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是诀窍 而要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然也有分好和坏的印象 坏的印象就是上台不知所措一句 谢谢 然后就下台 这个也是让人留下印象 但是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好的正面的 就是整个的内容和演绎的方式 极其问答 占最大多数分数的比例 它莫非就是我们的内容 所以文思一来 只要我们确保我们是语句通顺 那你的三甲就绝对入手 就是可以靠拿到奖牌的几率是很高的 那么大家喜欢用幸福这两个字来做答 而忽略了后面的动词 后面的动词是什么 来得太快 这道题有两个关键字 关键字第一个当然就是幸福 大家都每一个人都有回答到这个关键字 第二呢是后面的动词来得太快 幸福来得太快 这是一个有画面的题目 大家觉得吗 如果今天我们拆开这道题的两个关键字来看 第一个幸福 第二个来得太快 如果今天我们把后面的动词去掉 那就只剩下幸福两个字 那就是一道开放题了 自由度横广的题目 大家可以延伸很多的角度啊议题啊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来得太快放进去 所以如果你要切题的话 除了要到处这个幸福 也要把来得太快做一番全事 今天很多人都忽略了来得太快这四个字 来得太快这四个字真的很重要吗 很重要 只是这道题就是因为来得太快 让一向惯性自信 让一向很喜欢惯性思考的我们呢 突然很难诠释或作答 如果我们把题目换成 幸福来得太慢 会不会简单的多 会不会觉得 你这样子出题就好嘛 故事很多嘞 对不对 所以幸福来得太快 这个题目的确是有一点难回答 因为这个题目不是每个人都有切身感受的故事 譬如说 我没有计划要生小孩 却突然身体里多了一个生命 还没有毕业 我就得到了全世界一百强企业 争锋 争着争着要我 在经济拮据之时 突然中了多多头奖 对不对 这些就是很容易可以把它套用在今天的这个幸福来得太快的这个题目 但是各位朋友 如果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不再是幸福来得太快 而是换成不幸 不幸 倒霉的意思 来得太快 是不是很多故事可以讲 奇迹来得太慢 或者是援助来得太慢 是不是突然蹦出了很多的想法 是不是想到你可以更多可以分享的故事呢 其实呢我今天出这个题目 不是要大家把题目连接到自己的生命 不一定 因为不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有类似的经历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不是每道题目都跟我们的人生有关联的时候 没有故事 没有关系 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猜题解题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种取巧的方式 投换题目 而例如幸福来得太快 如果你这时候想不到故事可以这样 你的幸福来了吗 来得快不快 我的幸福来得不快啊 但是却来得刚刚好 因为我遇上了我今生的父母 刚好就在他们需要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选中了他们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叙述了 对不对 你没有离题 但是你偷偷帮题目 加上了一些后面还没有完成的句子 这样你也可以继续回答 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把太快呢 就转成我要的方向 不急不缓的方向 做答着Nicoli还有这个 这个Nicoli语情他就有用到这个 偷龙转缝的这个技巧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幸福来得太快 大家都羡慕 但是我却认为 幸福来得慢一些 才能细水长流 细细品尝 才能尝出别人品尝不到的滋味 OK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是为题目 扣上一些价值 一些帽子 或是自己的看法 那这时候不是叫你全是幸福而已 而是整道题目 你对遇到幸福的速度的这个想法 另一个方式呢 比如说 幸福来得太快 真是羡煞旁人 可我说啊 幸福来得太快 可不一定是好排 能迅速把幸福抢到手的不一定是赢家 反而能留住幸福到最后的才是A咖 幸福到手靠恩赐 留住幸福靠层次 能不能把幸福留到最后 是靠自己的智力 经验 沟通能力 和情商 所以啊 幸福不是靠速度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像辩论 我讲的很像辩论 因为我今天不只是全是幸福 我们也兼顾了另一个关键字 这个技巧就是逆流而上的技巧 就是把题目呢 变成一种思辨 就是你赞不赞同这个肯定句 就是不赞同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惯上你的价值 跟这个会有点不一样 那么在最后的结尾的部分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抠上一些比较经典的句子 当然这个不是这么容易做到的 建议大家可以多想想 或是呼应这个题目的讯息 比如说 幸福来得快不快 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留得住 所以呢 再次跟大家分享今天解题的三个技巧 遇到如果自己根本想不出自身体验的题目呢 可以这么做 第一 偷龙转缝 把题目转向 把题目重新包装成可以叙述自己故事的方向 第二 为之冠名 就是为题目冠上或者扣上一些价值和想法 你用你的方式去诠释你的认为 第三 逆流而上 把题目换成一种思辨 最好是提出一语常人与这个题目的相反立场 真正的比赛时间是2分30秒 如果我们把时间延长到三分钟呢 是把整个难度给降低 所以惠宁有跟我说 因为可能不小心讯息有一点错误 但是没有关系 其实呢 两分钟半一定是比三分钟更难的 所以呢 要让观众在更短的时间留下你们的 对你们留下印象呢 它的难度和挑战绝对是更高 当然 这次的挑战是挑战自己的极其反应 表达能力语句结构等 如果你要给自己更大的挑战呢 不是把时间拉长哦 不是说时间拉得长 我可以讲到九分钟十分钟 哇 我很强 No 而是相反要缩短你的时间 考验自己能够在更短的时间 用最精简的语句和精炼的陈述 不去回答问题 让观众立刻在两分钟半内 给你 为你留下这个深刻的印象 所以呢 尽量尝试长话短说 可以用一些成语啊 用一些语句结构的调整的方式啊 不但呢 这样的方式能让别人听得进去 也可以让整个演说更加的浓缩 浓缩成一种精华的表现 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的关键